爱媳妇入坑第一步 找个欢乐堂 告诉他钓起来一条鱼一百豆 给他调飘 给他开二 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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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嘚瑟 让他产生自信 教他六鱼 让他感受钓鱼的快乐 帮他借掉逛街 借掉买化妆品 衣服 包包 借掉旅游 美食 这样你家就成功少了一个败家婆娘 一天在水边跟我吃面包也能坚持一天 还可以减肥 省下来的钱你可以自己藏起来 反正他也不知道 这样他就成功的被我第一步吸引 跑都跑不脱 回家还要好好慰劳你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二步 哎呦喂 我咧个归归义 早上五点就被这俩二货喊起来掉油了呢 就他俩这出情侣和自律性 隔十年前拿来读书 清华北大还不得被他俩瞎挤进去啊 我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哑巴啃黄脸 啥苦都往肚子里咽啊 研究这么久 这玩意咋还整不明白了你 真是智商堪忧啊 回头买点八个核桃补补 老人喝了都说巴士的很 你就说他俩不是逗逼还是个傻 非得说昨天耳料能钓青鱼 这部十八半无意的大杂汇套餐 九十九包邮到家又上线了 我看这哪是研究钓鱼 你分明就是想撑死它们 然后下去捞啊 钓几个小损鱼儿 这是把水都打涨十公分 这差点把自己都拿来打 我还是比较寒辣 抛下空军第一杆 他俩说今天不钓青鱼不回去了 这可把我给了得刚好自有两天 你瞅瞅隔壁这个钓友 再想想我们家这个 到底问题和差距在哪里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敢问啊 这到底是鸭子还是有谁知道 正当我去上个厕所的功夫 就听见外面这俩二货大呼响叫 不知道还以为你俩干啥结果 不就是上了条小损鱼儿 一个菜鸟交令一个黄师傅留鱼 这要上演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戏法 看起来这鱼还不朽 就不知道他二号子线能不能承受 你就说这手法哪个大事不害怕 估计断杆断线以后都是常态 和和桥把你开心拿起来才算数 果然不行还是不行 最后还是求助旁边帅哥 三个人通力合作之下 终于把这轻鱼给拿下了 看来还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看得出来今天真的把他俩伺候得很开心 我也属实没想到他们居然还真的能钓到青鱼 女人的幸福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就带他钓鱼 一场不行就两场 小鱼不行换大鱼 总有一个让他满意 结果今天一条果然还是一条 到最后还是一条 看到旁边有人溜狗 他说他也想要一条 于是我对他说 你只要钓到三十斤以上 就给你买一条 你们说三十斤他能钓到吗 哎哟 我弟那个仙人版版 这才几天没放出来 咋还学会跟狗捣鼓两句呢 真是小刀子捅屁股开了个小哑 你俩搁着专制镜似的吧 这飘味瞎子来了 都能给他干明白了 也不知道还在这下研究个啥 你这是打算当个狙击手 瞄准射击吧 钓鱼 你可真是屈才了呀 瞧你这一通捣鼓十八种耳料 都让你搁一起 你是打算啥鱼都不放过啊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面啊 反正都给你捣腾捣腾 丢里头想吃啥自己选 九十九的自助餐 你是拿捏的明明白白 这鱼还没上来一条鱼石 倒是丢下去一大堆 碰到你俩都要提前享受过年的待遇 下游水位上涨 估计也跟你们脱不开关系 经过两小时艰苦准备 终于抛下今天绝望的第一杆 手规说闹规闹 别拿他俩钓鱼开玩笑 不然他俩真急了 我今晚门都进不到 好家伙 这丢下去一分钟不到就中鱼了 这地方的鱼是有多久没吃过饱饭 看见吃的就傻不拉起 会不溜秋狼吞虎咽 统统吃一遍啊 今晚回去终于不用睡地板了呀 沙发合床那叫一个软啊 这边还没说完 一右边又中鱼 今天真是又又又给了他俩一个大惊喜啊 平时吵着闹着钓大鱼 这不就来了吗 还满一送一啊 这俩不到250斤的体重 看来这鱼是没啥危险 这干苦力的活还得是我这小妈仔来啊 小白的时候没我中的累的 全是我真后悔 当初叫他俩钓鱼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犯着 瞧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真怀疑当初是看上他哪点了 我一直告诉他 草鱼进窝就是傻子 你挂啥他都吃 两个人的耳料拿来脑壳都可以打个包 这草鱼也不嫌弃 一个接一个的让他俩在这找自信 你就说他俩这操作谁看了不迷糊 网上大师千千万 他俩出马干翻一半 还有一半 听说他俩来钓鱼 连夜收拾买战票跑路了 你瞅瞅 你瞅瞅 潮网都没上好就赶上 真是一个敢喊一个敢干 钓鱼翻车最佳组合非你俩莫属 咱就是说 这飘看得够清楚 够亮眼了吧 关键是就这飘他俩都看不见 你说该如何是好 哪位大师出来评评理 我该买那种浮飘 才能治好他俩的狗眼 这儿料戳得也是越来越熟练 冷不灵丁又给他来了一口 这次可没有错过 再错过我舅的纸丧骂怀的说到他两句了 瞧瞧瞅瞅 你就说气不气吧 掉了两条小损鱼 就不知道姓啥 屁股还一个劲扭过去扭过来 真想过去揍他 整个下午就在他俩的你追我赶 你上我下 你来我往 你一条我一条 谁也不让谁 非得要一决雌雄的样子 就算是下雨 也没能阻止他俩继续沉迷下去 我就说了句下雨收了吧 他俩就开始对我展开半小时的全身问候 我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能忍着 你就看他俩着得死的劲 估计也没几人能受得了 不就掉了两条小鱼儿 还说我根本不行 忍一时 越想越气 退一步 就是放屁 于是俺坚持陪他们到底 看谁熬得过谁 你就说这鱼憨不憨 就这也能把轻鱼钓起来 为么我钓的时候就没有 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结果最后还是跑了 雨沟被拉直也只能怪他操作不到 他俩不服气说明天一定要来给他搞起来 我就笑笑不说话 最后还是假巴意思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渔祸 唯一不服气的就是那条大鲸鱼没起来 这下被这两个仙人板板惦记上了 估计他也挺危险 愉快的一天就又这么结束了 收工回家 想教你个拔腊呀 我们只是凑巧路过这 他非得要下来看看 看看就看看 你这上手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放下 让我来 瞧他这身板 最多钓钓小损鱼 他还非得想钓大鱼 最后吵着闹着 让我明天带他来试试 第二天一大早就喊我去钓大鱼 结果昨天下暴雨 老板那里滑坡去不了 这一看不要紧 立马隔壁王大妈的 二大爷的亲孙女附体 撒泼打滚 尊老爱幼 以老卖老 不对他还挺年轻 总之就是一句话 今天没钓大鱼 就是不行 最后我只能使出必杀计 说马上带他去另外一地 还好他智商比较低 我说啥他都信 刚和老板讲好一百一 回头写个收据一百七 明天二要钱 这不又到手了吗 他和闺蜜俩人都傻得一匹 钓鱼不咋滴 还天天滴灵着想钓大鱼 你也不想想 大鱼岂是池中物 一遇你俩就跑路 最后还剩两条路 除了空军还是空军 三下五除二摆好地摊就直接开干 你还得在旁边像个小弟一样伺候着他 这大鞭舞的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 就是后面如果有人估计也得被他勾水里 这时他看着旁边大哥重于那眼神 适藏都藏不住的羡慕 恨不得下一秒他也能钓条鱼 狭败狭败 每口的日子着实有些难熬 于是他开始各种找问题 先是看看耳料 随后又让我过去给他调整调整 这一调整不要紧 下去就是一口 这什么情况 这不是他的最强新手保护期吗 为吗我下去就种鱼 虽然我很想操作 但是求生欲还是战胜了 于是我立马把鱼肝还给他 让他自己操作 毕竟今天他才是大鱼 看起来这条也不是很大 咱就是说新手就是新手 不要老是想着钓大鱼 白条才是你的归宿 他这思想有问题 找个时间的好好开导开导 不然以后容易让人觉得他钓鱼很行 结果啥也不是 就这小卡拉米 也把他滴溜了好几分钟 才看到鱼 在大点估计他真的只能去水里和鱼比一比 谁潜水潜的更久 终于上岸看来今天这钱也没白花 好歹让他过过手瘾 不然真的空军呆会去找老板扯皮我吃回扣的事情让他发现了可不行 最后就也只是这一条鱼就把他打发回去了 果然钓大鱼他还是不行 收拾的时候还在跟我叫嚣说下次要得更大德 我说收费有点贵 他说没问题 这不赚钱机会不就又来了 早上五点半今天准备赶个早口 老汪 老汪了 信不信我去找着扫一下说走就走的爱情 人家会对我做一个干呆地有一个baby整的我和做梦一样没睡醒 五点半的马路见不到精神小伙 却能见到两个为了钓鱼连瞌睡都能克服的女人 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事能震得住她们除非我寄出贺天帝 高喊一声贺天帝助我 我强了 这叫山上的紧那不飞了 这跟那里行 滚回来 我强 然而他似乎没有听见我虔诚地呼唤这俩卡拉米 依然我行我素 谁能教我俩绝学 祝我想要除魔 否则再这样下去 我早晚要废 新手一根杆 高手摆地摊 这俩大漂亮已经学会分工搭配 干我不累 结果最后全是我受罪 钓鱼六小时 他俩光准备就磨磨叽叽过了一半 再扣除中途喝水 打标枪开竿 基本就可以宣告收拾 不然这四十度烈日和一百零五度的唇爱蒸馏水 可不会灌着他俩 这希望第一杆 我看是抛不下去了 这就搞到了一起 还用什么小猫出号机 我看是两个脑子当机 这钓鱼是有这么难啊 唐大爷取经九九八十一烂 看你俩这操作都得直摇头 邓大师光是听闻 你俩来钓鱼连夜买站票 回来家瑟瑟发抖 求求你呢 把他俩抬走吧 果然女人 除了引大屁股大还有什么用 这鱼是一条没上啊 咋还吃上了那我可怜的桃子 就这么低沦为他俩八卦的牺牲品 终于可以正常钓鱼了 在这样磨叽下去 我估计今天他俩小损鱼都钓不到一条 我刚把这话说完旁边这大北逼就上鱼了 可惜给他机会 他不重用看这鱼鳞 这鱼个头还不小 就是人太笨了 烈日炎炎 是有你俩钓鱼真甜 出门信誓旦旦 结果水边坐着看看 脚把他们能的结果傻也没捞着 咦 但我没说这女的已经一个多月 新手保护期还没过去吗 这鱼也是真真的眼瞎蠢到家 居然还去吃他的鱼鱼 看法他俩激动的以为 今晚吃酸菜鱼 殊不知只能吃个屁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旁边这个二号种子选手 今天牛屁股朝天 牛起冲天 钓鱼不得行 跑鱼第一名老板 看见躺背窝都要笑心 不得不夸一句 这俩不愧是 蜀道山毕业 太阳都要给几分薄面 根本不怕晒得住 你们说我哪里招架得住 有位这二号选手还真上娱乐 是谁这么眼瞎 我待会抓起来问问看 瞧着屁股翘的多高 不知道还以为在跳健美体操 一关修炼半个月 这俩逗逼都就修出个这样子 我要是他俩师傅 估计要被活脱脱气得 当场躺板板 瞧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估计也是第一次 钓上这么大铃 今天就这样 浅浅低调一会 准备回去 还是没能逃过晚上 吃酸菜鱼的魔咒 今晚要多放点朝天交 让他来打标枪 我好趁机休息休息 愉快的一天 就这么完美的结束了 早上五点半 今天准备赶个早口 老汪 老汪了 一声老汪金做起 两声老汪金天地 最后我只能心里默念汪个屁 早上听到第一句话 就是再不起来 老子给你归 两匹多 还动不动 就老子数到山低 信不信我去找着扫一下 说走就走的爱情 人家会对我 做一个干呆地 有一个baby整的 我和做梦一样 没睡醒 五点半的马路 见不到精神小伙 却能见到两个 为了钓鱼 连瞌睡 都能克服的女人 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事 能震得住她们 除非我寄出贺天地 高喊一声贺天地 祝我 我强 老子叫山上的 进来 老子跟着你行 滚回来 我强 然而他似乎没有听见 我虔诚地呼唤 这俩卡拉米 依然我行我素 谁能教我俩绝学 祝我想要除魔 否则再这样下去 我早晚要费 新手一根杆 高手摆地摊 这俩大漂亮 已经学会分工搭配 干我不累 结果最后全是我受罪 钓鱼六小时 他俩光准备 就磨磨唧唧过了一半 再扣除中途喝水 打标枪开干 基本就可以宣告收拾 不然这四十度烈日 和一百零五度的 纯爱蒸馏水 可不会灌着他俩 这希望第一杆 我看是抛不下去了 这就搞到了一起 还用什么小猫出号机 我看是两个脑子当机 这钓鱼是有这么难案 唐大爷取经九九八十一烂 看你俩这操作 都得直摇头 邓大师光是听闻 你俩来钓鱼 连夜买战票回来家 瑟瑟发抖 求求你们 把他俩抬走吧 果然女人除了 瘾大屁股大 还有什么用 这鱼是一条没上啊 咋还吃上了 那我可怜的桃子 就这么低 沦为他俩八卦的牺牲品 终于可以正常钓鱼了 再这样磨叽下去 我估计今天他俩小损鱼 都钓不到一条 我刚把这话说完 旁边这大baby就上鱼了 可惜给他机会 他不重用看这鱼鳞 这鱼个头还不小 就是人太笨了 烈日炎炎 是有你俩钓鱼真甜 出门信誓旦旦 结果水边坐着看看 瞧把他们能的结果 傻也没捞着 咦 但我没说 这女的已经一个多月 新手保护期还没过去吗 这鱼也是真真的眼瞎蠢到家 居然还去吃她的韵米 看法他俩激动的以为 今晚吃酸菜鱼 殊不知只能吃个屁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变这个二号种子选手 今天牛屁股朝天 牛起冲天 钓鱼不得行 跑鱼第一名老板 看见躺被窝都要笑醒 不得不夸一句 这两不愧是 蜀道山毕业 太阳都要给几分博面 根本不怕晒得住 你们说我哪里招架得住 有位这二号选手还真上娱乐 是谁这么眼瞎 我待会抓起来问问看 瞧着屁股翘的多高 不知道还以为在跳健美体操 一关修炼半个月 这俩逗逼都就修出个这样子 我要是他俩师父 估计要被活脱脱气得 当场躺板板 瞧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估计也是第一次 钓上这么大的鱼 今天就这样 浅浅低调一会 准备回去 还是没能逃过晚上 吃酸菜鱼的魔咒 今晚要多放点朝天交 让他来打标枪 活好趁机休息休息 愉快的一天 就这么完美的结束了 来了来了 家人们 今天又是带闺蜜去喂鱼 不是是报护的一天 这俩二货 经过这段时间的比关修炼 分析了98个大师的视频 掌握了97种调法 等的就是在今天 给大家纱布擦屁股 露一手啊 他用眼神看我一眼 我就知道 这玉米玩犊子了 今天又要被祸祸了 他说要离人远一点 不然他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其实我感觉更像是 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操作丢脸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钓鱼 磨磨蹭蹭搞了快一个小时 还没有下肝 这要是去吃席 估计连剩菜都吃不到 真是屁股上挂暖瓶 有一定水平 今天看他俩能折腾个什么进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 抛下希望的第一肝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今天主打就是教闺蜜 怎么打握和喂鱼 不然没人继承鱼喂饱的称号 岂不是太可惜了 就这么一直抛 抛 抛 一盆玉米下去浮飘都没有动过一下 就在我怀疑里面鱼是不是被别人勾引走的时候 终于给我来了个惊喜 强 我厉害吧 厉害厉害 厉害了我的鱼 听着闺蜜夸我 其实内心表是拒绝的 我这根钓起来了 就换你来 我来给你打握 好的 你来给我打握 我来掉 好家伙 你这是专超紫线啊 看着闺蜜超鱼的动作 我属实有点难受 感觉我们就是塑料姐妹花 这鱼跑了铁定散伙 哇 还在叫 他还在叫 都是正好 挖在上 为了他也能体验上鱼的快乐 于是我们交换位置 我来打握他来掉 顺便考验一下 教他的基础 他忘了没有 钓这玩意还真是个体力活 还好我麒麟碧大成 不然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你不要跳啊 你不要跳啊 你不要跳下去啊 你不要跳下去啊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我去吧 拿走啊 拿走啊 女人的开心 其实真的很简单 只是你们男人 不愿意用心哄我们而已 如果我不开心了 那就带我去钓鱼吧 只要钓到大鱼 就能忘记烦恼 漂亮 接下来让我们集体起来 恭喜我们又一位女钓友入坑 刚开始一定要让他多种鱼 这样他才能找到自信 再加上我今天的思想灌输和熏陶 我相信闺蜜和我一样 已经深深地爱上钓鱼 接下来的日子 估计不是在钓鱼 就是在钓鱼的路上 为了我的大鱼梦想 我们决定出发远航 去真正体验野钓巨物的快乐 怎么样 今天来带你钓的这个大宝贝 怎么样 爽不爽 爽是爽 就是好累啊 这个钓鱼 还是一项体力活的呢 等你哪天的麒麟碧练成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累了 懂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鱼火 到底是有多少条吧 哎呀 哎呀 哇 哇今天我们给咬 哇今天也有 还是挺重的 还是哇 其实跑的那条好大呀 那几条 还是不错的 还是今天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不错 今天的任务就此完成 今天完成任务了 好了 走了吧 走了拜拜 拜拜 当你老婆让你自己处理带回来的鱼 你该怎么办 在线教学 现在教你们一次啊 这个这个叫鲫鱼 看我这里啊 这个叫鲫鱼 然后我们是4块钱一条啊 如果今天成功 以后每次钓多了处理不了 都可以交给他们 这样既锻炼了孩子 还能增加收入 也能让他们认识到挣钱的不容易 我发现我真是个大聪明 站在马路对面 发现路过的人 都只是看一眼就走了 于是我又走过去 教他们该怎么办 10块钱一条 接鱼接鱼 10块钱一条 接鱼接鱼 10块钱一条 这是连三岁的弟弟 都不放过的节奏啊 今天我们出门比较晚 大多都已经吃了晚饭 如果早点这点鱼 应该早就处理完了 刚开始 大家都只是看看 很快他们便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这个大叔在这里看了很久 女儿也在一直给他解释 说是爸爸刚钓回来 来不及处理 所以要他们拿出来卖掉 这样他们也可以挣点零花钱 结果这个大叔非常豪爽 成为他们的第一个顾客 买了四条 他俩还大方的给优惠了一块 只收了15 紧接着第二位顾客也挑选了几条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隔这么远 我还是可以感觉大姐要略显紧张 老二要应付的更加得心应手 看来这样得锻炼以后 还是可以多来几次 最后又成功卖出去五条 还剩最后几条一个留狗的大爷和他俩 在那讨价还价仪会全部打包带走 看着这憨厚的金毛搞得我也好想养一只 可惜媳妇不允许 快要天黑的时候彻底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其实交出什么样的孩子全看父母 以后有机会还是多多带他们出来 来体验一下生活的不义和艰辛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我还能钓到鱼吧 自从昨天跟我来着啥也没钓着被他赏了一个大笔豆子 今天我决心再带他去体验抽莲用的快乐 因为我怕今天再钓不着我回去沙发豆木的睡了 瞧他这样子一说钓鱼比谁都欢乐 一说让我钓鱼会翻脸比谁都要快 这几天拜家师越来越厉害了 每天快递都是一大堆 我该如何制止他的这种无耻行为 兄弟们赶紧救救我 老规矩用他的布空军看下到底会不会空军 这玩意我也是第一次使 只能严格按照说明给他开耳 话说这连拥而料是真的香 为他吃一口肯定很棒 话说咱也没想到他居然喜欢抽莲用 难道他都不了解再做决定吗 过段时间估计一只手就可以单挑我 而我只能躺下去额他两百 有开始他的投保时间这玩意是没的质了 看他这啥里啥气 真该问问当初丈母娘生他是不是少吃了几个鸡蛋 补补脑子导致现在多多少少有点缺陷 准备就绪之后就该轮到我们发挥了 想给他来一轮地毯式轰炸 就怕他自己抽不了待会没口怪我 我记得有句话叫紧急避险 我估摸着跟我现在情况很像 瞅瞅他这双手持肝的抛肝方式 大师来了看着都头疼 看见隔壁种鲸鱼 于是又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哇哇哇哇哇 他那个是什么啊 他那个是钓鲸鱼的船 好用吗 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他妈的 鱼都还没什么学会 你还买这个你卖来干嘛 买了我们也这样的用啊 想多了 你擦身文具多是吧 接下来就是锻炼麒麟的必经之路 使劲抽抽抽 然后终鱼 这到底是特么的什么狗屎运气 一个啥也不会第一次抽连用居然都能中鱼 谁来跟我平平理 让我心里平衡一些 个头不大静还不小 跟他一个样 岁数不大脾气不小 少不了一顿萧萧 虽然我只能过过嘴瘾 但是总比有些人连嘴炮都不感的好 作为一个专业的鱼童 我是肯定不会让他从我手中溜走 不然他的拳脚可是出了名不讲武的 今天又是可以大声说话的一天 你是耍掌了是吧 玩犊子了 一大早接了个电话 就神秘兮兮的出去了 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平时拧个瓶盖都费劲 今天居然自己出去拿快递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看这样子 大包小包往家里扔 不出意外应该是出意外了 这娘们果然靠不住 开启了败家模式 瞧着她这样子 我血压瞬间飙升一百八 快来俩人扶扶我 说好的不买一句 结果背着我悄悄买不说 看这样子还不便宜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你抱着什么 不告诉你 你要买这么多 这是要断我财路啊 不行 绝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不然以后少了来钱的路子 老板都得给我啃光 这时候我们必须像个男人一样 站出来制止她这种行为 以前说不能说我 不说你 我肯定不说你 我像我这么好的男人 怎么会说你 要不然以后啥都懂了 我就完蛋了 之前撒的谎 比说的真话都懂 翻出旧账 我就死定了 拆快递的快乐 不能让她抢了去 结果一看整吞不得抢眼 女人粉的鱼干两只还有伞 这要在水边一打谁顶得住 我钓鱼这么久最多就用盆 他居然买了一个桶 买桶就算了 这部空军是什么玩意 一个刚学钓鱼得新手 居然买连用耳 我问他他跟我说听着名字就很牛 拿来用肯定不空军 我问他你拿来钓什么鱼 他说拿来钓草鱼 我就想问问这又是哪个大师给他讲的课你 你出来我们拜扯拜扯 来来来别慌我们聊两句 聊什么 你现在街也不逛了化妆品不买 你换个方式跟我拜家是吧 你给老子跪打 你是耍掌了是吧 你说就说嘛还大声 但是明天就把你理了 你是傻子呢 你再说一次试试 把东西给老娘收拾一下 老娘要出去钓鱼 钓不到鱼 今晚有你好看 亲自动手给老婆做个钓箱 试中什么样的体验 前两天 他一直在跟我吵吵想要个钓箱 说我那个不符合他的少女心 喝喝你个九龄后 选老太太土粉 装傻嫩 吐槽归吐槽 该干还得干 于是我决定亲自动手给他做一个 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和我争东西了 搞得我已经好久没摸鱼干 就像看着美女心里贼痒痒 他说他喜欢粉色 果断买了两瓶素干漆 这玩意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我估计喷了他坐上去 屁股兜得变得粉嫩粉嫩 第一次喷失败了很正常 待会找他妈聊聊就能成 在这瞎折腾了半天 才喷了一个面 而且看起来还贼丑 于是我把配件拿出来倒腾一下 想着喷小玩意可能会简单一点 事实告诉我这东西看起来简单 实际一点也不复杂 就是我咋都整不好而已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自己反思了一会决定再来一次 喷着喷着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果断放弃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买了一套贴纸 这个难度太大 我们换一个比较简单的来 你看看你看看 我就说凭我的智商 怎么可能做不好 该用贴纸分分钟搞定 真是老鼠咬了牛屁股 属实牛逼 虽然做的有点像狗啃的 我真的尽力了 再把贴花给她贴上去 看着这美少女战士 我确实没想到啊 到过去十年估计也轮不到我做她老公 仔细想想自己也是赚了 心里瞬间舒坦 配件只能硬着头皮喷成粉色 上上去之后 一个美少女的吊箱就成形了 最后给大家算算 这个吊箱花了多少大量 吊箱一百四 加配件四十五 加贴纸二十五 和喷漆十三块 一共二百一 兄弟们 你们觉得值吗 真爽 今天含泪血赚两百 接下来 又可以浪两天了 接下来